原警結婚民眾報案之後 火速趕到洗車場 果然看見現場一團亂 泡沫噴得到處都是 而最誇張的是 還有兩個人被朋友用保鮮膜 前後捆綁在一起 滿身泡泡之外 沒戴口罩 而這一群年輕人 看到警察來了 還是繼續洗腦 玩夠了吧 玩夠了 那要不要解開 還是你在想 解開要在幹嘛 嘻嘻哈哈的 還沒意識到自己已經違規 事發在桃園奴竹一家自住洗車場內 24號晚上9點多 被綁住了其中一人 其實是當天的獸星 一群六個朋友竟然相約出來 用惡作劇的方式替他慶聲 不過當本所員警 已傳避防治法治單時 眾人還發現事態嚴重 都市分局在此呼籲 現在疫情尚未虛緩 全國人屬於第三級警戒狀況 三級警戒再次延長 雖然悶在家確實很無聊 但防疫規定得要遵守不能鬆懈 但他們不只外出群聚 還在別人的洗車場吵鬧 附近住戶被嚴重打擾作息 這才向警方報案 慶聲最後荷包失血 TVBS新聞廖宗慶張一柯桃園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news頻道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